美军潜艇部队也是全核舰队 美军之所以弃重核潜艇 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我们先来看 自持立场 由于核潜艇由核反应堆提供能源 不必担心油箱舰底 电池煤电可以航行到任何海域 美国1954年建成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鹦鹉罗号 就曾在没有补充燃料的情况之下 持续航行了11万公里 第二个优点是航速高 传统的柴电潜艇往往功率不够大 水下航速难以追得上军舰 因此往往只能打埋伏站 和找跑不快的商船麻烦 但核潜艇得益于澎湃的动力 水下航速堪称是飙车 例如苏联的661型核潜艇 K162号就曾于1971年 在地中海直接与美军萨拉托加号航母 展开了几个小时的追逐站 一直牢牢占据着攻击位置 虽然核潜艇有着这些优点 但是在执行美军假想的 对陆袭扰和攻势反潜时 也有先天的致命缺陷 我们先来看 首先是不适合近海 近海水文复杂 容易让核潜艇搁浅 2003年 美军的洛杉矶级核潜艇 哈特福德号 在地中海撒丁岛以北的 拉玛达莱纳岛附近 就发生了搁浅 这艘长110米 排水量7000吨的潜艇 尾舵 螺旋桨和声纳系统 都严重受损 在和平时期的 盟友水域尚且容易出事 战时核潜艇在近海执行任务 就更加容易出事了 一旦搁浅 就基本等于被宣判了死刑 第二个缺点是噪音大 面对他国常规潜艇的伏击 反而可能马尸潜艇 在2004年的一次演习中 瑞典海军的AIP潜艇 哈兰号 便是利用其优势 模拟击沉了 休斯洞号核潜艇 和里根号航母 因此美军核潜艇 虽然性能先进 但仅想通过核潜艇 就能在近海药物扬威 未免有些自负了